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30日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h节目 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啊,就是当地时间的今天 也就是说这个周日最大的下一届日本的首相的人选 这个叫Yoshi Heidi Suga,他这个中文名字被翻译成这个菅义伟 他已经正式就是表态决定参加这个自民党党魁的选举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热门 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自从两天之前 也就是说当天,当地时间周五下午,日本的这个首相安倍晋三因为身体原因而辞职以来呢 人们一直都在就是推测谁会是成为他的接班人 而因为这次他的这个突然辞职呢 所以呢,这个日本自民党内部呢,就决定要尽快的来进行这个选举 大概是9月13号到9月15号之间呢,就会这个选出内部的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党魁 这个人选,而现在呢,这个因为菅义伟的加入呢 这也使得这个党魁选举的竞争呢,更加白热化 而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毫无疑问呢 菅义伟作为这个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 同时呢,他也是安倍晋三的这个左膀右臂 就是最为亲近的人,辅佐这个安倍晋三 过去八年的这个人呢 他是肯定受到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鼎力支持 所以他肯定是这个最大的热门人选 另外呢,除了他还有两个人也加入了这个党魁的选举 这两个人是谁呢 是,一个是前这个外交大臣 叫Fumio Kishida 是这个人 他的中文名字叫这个岸田文雄 195000年生,比较年轻的一位 然后,另外一位是谁呢 也是一个这个比较重量级的人物 是前这个防卫部长 叫做Sigeru Ishiba 这个呢,是一个呼声更高的 叫做石破帽 这个石破帽呢,和刚才的这位 也是加入这个竞选的岸田文雄 两个人都是57年 都是比较年轻的 因为我们知道安倍晋三是1954年生 这两位呢,比他还要小三岁 特别呢,是这个石破帽 他在2012年这个自民党党会选举中呢 其实呢,他是这个 在这个民众选票中呢 是更多于这个安倍晋三的 但是他在这个 就是 这个民进党的这些 议员的这个支持度中呢 不如这个安倍晋三 也就是说 老百姓支持他比较多 但是这些政治家的议员支持他比较少 所以是输给了这个安倍晋三 而他过去这些年呢 一直都是一个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批评者 所以石破帽呢 肯定不会受到这个安倍晋三的好感 但是他也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吧 但是这个 可以说安倍晋三 这个安倍派内部的这个 最喜欢的人选肯定是这个 监义伟 所以呢监义伟这一次呢 无疑会是这个可能性最大的 而今天的路透之后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非常有魅力的 这个叫做小泉晋次郎 非常年轻的1981年生 今年只有39岁的 现在的这个环境大臣 他已经正式表态呢 不会参加这个自民党的党魁选举 我们可以看这个小泉晋次郎呢 他是这个日本前首相 小泉纯一郎的这个二儿子 所以呢也是出身于这个政治名门 政治世家 他一直呢都被认为这个 Wikipedia上也说了 是一个Future Candidate for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就是日本未来首相的一个这个人选 就是凭他的现在的这个政治资历啊 还有这个年纪啊 还有他的这个家庭这个关系呢 他几乎肯定将来有一天呢 会成为这个日本首相 而他退出参选呢 他是号称呢 这个会支持另外一个人 如果那个人也参加这个选举的话 他会支持另外一个人 另外那个人我看的现在这个历史之中呢 还没有显示出这个人是是哪一位 哦是这一位 这位呢是叫中文名是叫河野太郎 河野太郎呢目前还是没有表态参选 就如果参选话了 如果他参选了的话呢 那么那个小权进次郎会来支持他 但是呢这个显然不是这个大热门 而大热门无疑是这个菅义伟 我们看到呢 这个小权进次郎呢 他尽管是很可能是将来的这个 未来的日本这个首相的人选 跟他的父亲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的父亲这个小权淳一郎呢 也是当时也是这个 在那个时候呢是 可以说是任职非常长五年时间的 但是现在被这个安倍甩在身后了 而在这个Wikipedia上 也专门说呢 他是这个叫做非常非常有名的 他父亲有一个词形容是什么呢 就是charismatic 我刚才还看到这个词 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父亲呢 就是小权淳一郎 作为一个这个 日本前首相呢 是非常受欢迎的 大家可以看 每一次呢提到这个日本前首相 小权淳一郎的时候 媒体经常就用这个词 就是charismatic 就是非常有魅力的 所以呢这个比较有魅力的 日本前首相 他的儿子 作为很年轻的 也是这个外形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今年这个 一二月份的时候 刚刚生了一个这个儿子 同时呢 今年一月份他生儿子的时候呢 他作为这个内阁成员 环境大臣 他宣布呢 准备就是 take两周的这个 parent leave 就是父亲的这种产假 当时呢也是 引起了日本社会比较大的一个 这个反响 因为日本呢都是 非常的这个工作狂 而作为一个 在任的一个内阁的一个 重要的成员 是休这个产假呢 而且休两周 这个在西方国家 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短了 但是在日本呢 这个就是在内阁内部呢 非常非常少出现的 所以就有一些这个 保留的意见 就是说你工作这么忙 你还就是 take两周的这个 leave是不是有点长了 但是这个呢 也给他就是 更好的形象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顾家 所以呢 其实是对他是比较加分的 再加上他这个父亲 小泉春伊朗也是非常有魅力 所以呢 这个对他将来呢 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政治前途的 而回到这个新闻的本身呢 说到这个菅义伟 他是安倍晋三的 可以说是左膀右臂 所以这一次呢 他是一个热门人选 而且呢 他是跟日本其他的这些 政治家不一样 他是这个 相对是靠自我奋斗上来的 而不是说这个靠这个政治王朝 像这个安倍晋三啊 还有这个小泉晋次王啊等等 很多人吧 全是靠这个拼爹 什么拼爷爷啊 什么之类的上来的 他是自己奋斗起来的 而且呢 是从这个安倍 2012年上台 第二次任这个日本首相 起呢 就一直作为一个 这个内阁官方长官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职务 所以呢 他是最为看好的 但是因为这一次是这个 安倍突然这个辞职 所以呢 往常呢 如果选这个党魁的话 应该会有一个月的过程 就是比较长 有一些这个草根的党员 也参与进来的 但是这一次因为是突然辞职 所以呢 为了填补这个政治真空 就会是比较短的一个 这个做决定 就叫做scale down version 这个呢 就会使得这个叫做石破茂 他呢 优势就会减少很多 所以这一次 其实这个安倍晋三 突然辞职 是在他任期结束之前辞职 其实呢 就是流了一个心眼 就是说 我想让我这班人 那还是我的这个自己人 那他自己人是谁呢 那就是今天刚刚宣布 参选党会的这个 监义伟 基本上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确定了 就有可能是他成为日本的下一届首相 但是因为这个监义伟 他的岁数呢 是比较大了 是1948年生 今年已经71岁 快72岁了 所以他作为一个比这个安倍晋三 还要年长的人 现在呢 很可能只是一个 就是日本的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首相 而且他更多的呢 被这个民众认为呢 就是他在这个群众中的民调并不是很高 就有点像这个林郑月娥了 但是因为是这个内部这个安倍建制派的 所以他有这个短期的优势 而且这一次呢 是很可能是成为日本的下任首相 他更多的被这个日本公众认为是一个 这个幕后的一个人物 而并不是说前代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呢 很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 他即使这一次当选为这个 自民党的这个党魁成为日本首相之后 是不是最适合的人选 就是带领自民党到明年的这个 十月底进行的general election 就是真正的这个大选之中 全国性大选之中 能不能继续当这个党魁 如果那个时候呢 觉得他确实不适合呢 就有可能换另外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呢 就可能会是日本的下一届的这个首相 而这个建议委会不会只是一个这个 接下来这一年多一点的这个过渡时期首相呢 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 所以现在的形势基本上是已经明朗了 就像这个日本很多这个政治学的这个专家说的呢 这个因为这一次是安卫金三突然辞职 所以呢 这一次不同寻常的这个非常快速要做决定的选举之中呢 会削弱这个石破帽的这个优势 而会加大这个菅义伟的优势 从而呢 基本上使得这个菅义伟锁定下一届的这个日本首相的这个职务 而这个菅义伟的他这个政策呢 一直都是非常这个紧跟安卫金三 因为他就是安卫金三的这个大红人啊 心腹 所以呢 这个日本的这个政策呢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变化 基本上还会延续这种财政上 还有这个货币刺激方案 而这些方案呢 基本上是过去八年安卫金三政府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方案 所以还是会使得这个日本政策的延续性比较好吧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视频再见